士兵摘下自己的金链子送给女人 只为换得美人一吻 谢谢 又常来哦 哎 你干嘛 好 下一个是谁啊 又 他对我好丁哦 好 没问题 交给我 这一幕简直震碎阿宝的三观 于是趁着没人 他跑去质问娇娇 你们良心呢 老张这样认真对你 你把他当猴子耍 当猴子耍 特殊时期的女人 只要花几块钱就可以 可这样一个女人 却是老张的心头爱 老张是海龙特战队的士官 他放出话要娶娇娇 娇娇却迎来送往从不停歇 阿宝觉得老张的真心 完全喂了狗 娇娇却质问道 真心对我 拿架子来扛啊 都是要娶我 谁做得到 你敢娶一个妓女吗 你敢吗 你敢娶一个 连哥哥爸爸 都找他过人 下见女人吗 831军中男人的天堂 发生在这里的 都是真实和残忍的故事 此时正是1969年 阿宝刚入伍不久 一来就被分到海龙特战队 由士官长老张负责操练 老张训兵就想训狗 老张并非恶意折磨这些新兵 而是因为 他们所在的金门 离前线只有1.8公里 如果没有过硬的军事素质 很快就会成为炮灰 阿宝很忌惮老张的魔鬼训练 可万万没想到 老张却是个文盲 老张想要荡块表 但他听不懂台湾腔 于是叫上阿宝翻译 便让他看下契约 阿宝却跟老板掰扯起了价钱 最后这块表多荡了50块 老张觉得这小子行 于是拿到钱后 他就叫阿宝去潇洒 831墙上挂满女人照片 美其名曰 适应生 他们个个年轻漂亮 看中了谁就交钱买票进谁的屋 老张每次都只找娇娇 不管屋里有没有人 他都直接闯进去 娇娇是这里最会嗲 又最水灵的姑娘 是个男人都喜欢她 不久后 阿宝因为晕水 被踢出海龙队 长官本要派他去挖战壕 老张却念在荡表的恩情上 举荐他去831 831美女如云 没定力的小伙子进去后 多半得废 于是长官对阿宝严加盘问 得知他有女朋友后 长官又问 对他有承诺吗 报长官 我的确做个承诺 我说我一定留给未来的老婆 如果他愿意等我 我绝对忠诚 保持清白 当完明后回去娶他 生两个宝宝 一男一女 配合 此时的阿宝完全是个纯情少年 可831却堪比潘思洞 生意证有那么多 忙不过来 十万大军 生意证每做完一个 就会开门叫号 十万大军的催促下 所有适应生都流水现作业 而且每个人只给15分钟 他们门口的红灯亮起时 说明里面有客 而红灯熄灭 人却没出来时 阿宝就要拍门叫他们补票 适应生们时间紧 任务重 情绪也一触即发 经常爆发大规模恰恰 阿宝第一次见这么颇富的场面 他震惊不已 拉架时却又被抓花莲 阿宝对这里的女人 便没了任何好感 可谁知 就在他捡起衣服 准备离开时 却见二楼有个女人 以兰而坐 那气场 高贵又典雅 阿宝瞬间看呆 放行李啊 不一会儿 他去七号房补票 不经意往屋内一撇 就看见刚才的女人 青罗小扇 白兰花 正侧卧着等在床上 那柔媚的风姿 活生生就是一幅美人图 可阿宝还没看够 房门就被关上 他瞬间无味杂沉 这么好的女人 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他越是好奇惋惜 就越是睡不着 于是他忍不住 去了七号房门口 从半开的门缝中看到 妮妮正拿着一张照片出神 他穿着清凉 看得阿宝心悦一马 于是他叫卸一盆冷水 向前辈打听起来 那七号妮妮 为什么能让客人一次补九张票 人家后台硬呢 查识规定一天要做十张票 他要做完一个之后 其他九张自己掏钱叫客人补 他就要那么有钱 为什么来这里工作 突如其来的炮弹 打断了阿宝的探究 但没想到这发炮弹 却震坏了妮妮房里的灯泡 阿宝去换灯泡时 终于靠近妮妮 但他又呆瓜一样 满眼都是灯 眼神一次也没落在妮妮身上 看来是个青色大男孩 这么精彩的剧情 一定离不开好的设备观看 我最近就换了个新手机 就得直接爱回收回收了 上市公司安全可靠 下单就有工程师上门回收 特别方便 你们要回收手机 平板 笔记本电脑 到爱回收就对了 于是妮妮拿出吉他 想叫阿宝唱歌 她的千千玉碧绕过阿宝 一下一下拨着弦 也拨着阿宝年轻慌乱的心 身体贴近试探后 两人都确定 对方不是好色之徒 便开始焦心 从此 每个失眠的夜晚 妮妮就拿棍子敲下房顶 住在楼上的阿宝听到后 就立马下楼 他们喝酒聊天 谈音乐 在黄色天地 开辟出一方净土 这让阿宝感觉 831还是不错的 可与他同批似的中华星 却很惨 他是个正经的斯文人 却被分去挖帐壕 白天像驴一样 根本没得歇 晚上又睡在威尼斯宿舍 老兵一个不高兴 还叫他起床 让他表演水上俯卧撑 好不容易盼来 每月一天的休息日 华星又被老兵 推进831消费 一下子就花光三个月的薪水 华星像被夺针板 躲去角落 久久无法平静 他觉得自己的身与心 都磕碎在了这个地方 阿宝不知该如何安慰 而随着战事吃紧 华星却来得越来越频繁 他来只找莎莎 他是华星第一个女人 可今天华星来找莎莎时 里面的人已经超过15分钟 却还是不出来 阿宝立马拍门 结果却听到里面传来打斗声 他赶紧推门而入 阿宝一直以为 适应声都是娇生惯养的 没想到还会挨打 终于把客人搞出去后 莎莎才敢说话 刚刚明明就已经结束了 他要 我答应 他就抓我的头去抓紧 我知道 我也跟主人说 阿宝这才知道 所谓适应声 不过是群可怜人罢了 而华星看到这一幕后 就默默离开了 他一边走 一边砸枪 恨着荒唐的世道 恨人不把人当人 而他回到宿舍后 又被老兵无端为难 并狂山巴掌 前线是生死交叉的地方 也许一觉睡去 就再也无法醒来 所以很多人 连人皮都懒得劈了 索性彻底放纵心里的野蛮 华星被打得满身是伤 他觉得他不会死于炮火 而是要死在这座军中八角龙 绝望的华星去找莎莎 还带去一件军服 莎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疲惫怨恨 了无生机 这不是他 他不想这样活着 莎莎让华星剪掉他的长发 然后他穿上军装 装成南克 逃出了八三腰 这一幕恰好被阿宝看到 但他又不是很确定 所以便没有声张 结果晚上军队就声势浩大 阿宝这才知道 华星带着莎莎跳海了 可这里离对岸有1.8公里 他们不可能游去对岸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而阿宝作为白天的开票员 则要接受审查 他不知道此事的严重性 打算说实话 前辈却告诉他 在阿宝的谎言下 华星和莎莎被定为私奔 很快就压了下去 没人会过多的在意他们 更没人探究 他和莎莎为何那么做 但此事却刺激了老张 那么年轻的一对 说没就没了 人生在世虚尽欢难 于是他更加光顾娇娇 每次神清气爽后 他就请阿宝吃饺子 老张是正宗的山东人 那天母亲给他纳了一双新鞋 可他要下田干活 却舍不得穿 所以一直别在腰上 直到下完田快到家时 他才洗干净脚 准备穿上新鞋给母亲看 他看着那个眼 从眼中冒出来 他就想 可他还来不及穿上 就遇到溃败的国民军 他们强行将老张挣走 就这样 老张捏着母亲纳的心鞋 一步散回头 离母亲的烟囱越来越远 一直远到了海峡这边 那鸟鸟催烟 那漆黑的灶台 等待的母亲 都成了老张 遥不可及的念想 他爱吃饺子 所以他觉得母亲那天 肯定包了饺子 所以在台湾这些年 他吃遍了周围的饺子馆 可却再也寻不到母亲的味道 娘 爱想你 泪水不自觉进出 老张压了二十年的思念 终于在这一刻释放 老张不识字 所以阿宝回去后 就自发的替他写了一封家书 让他寄给山东的母亲 老张却显出一种粗暴的惆怅 这有啥用 这海下 只有鸟 这自然都陪着过去 阿宝说 他爸有个日本朋友 可以帮忙传信 这是很大的诱惑 可老张却很清醒 抓到军法 抓到军法呀 军法和距离 生生按下老张所有的乡愁 但阿宝还是拿出写好的信 一句句读给老张听 老张听得很认真 那一言一语 早就在他心里咀嚼无数遍 如今只能通过海风 烧给海峡对岸的母亲了 二十几年未尽的孝道 不知何时那么坏 我千万要保重审计 要健康 定了 不久后 阿宝收到女友的来信 他满心欢喜 结果却是分手信 他瞬间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便去找妮妮 尼尼的睿智 让阿宝心里轻松了很多 随后尼尼又沾下自己的表 戴在阿宝手上 这是他爸爸留下来的 这对妮妮的意义不言而喻 而他却把这块表送给阿宝 让他退伍那天再还给他 阿宝瞬间感觉 他和妮妮的距离更近了一步 很快就到了适应生放假的日子 他们每个月一天假 可以去街上放个风 主任却让阿宝把妮妮靠起来 因为他是重刑犯 到这里是为了减刑 阿宝很惊讶 却没有多问 战争的阴霾下 明艳的女人像火星子般 让人看到些许亮色与美好 吓到年轻小兵 上到掉牙的阿宫 全都变得热血沸腾 就在这热烈而混乱的场景下 妮妮说要上厕所 阿宝有些为难 但想到两人的私交 他还是解开了手铐 可妮妮却一去不复返 眼看已经半小时 阿宝赶紧去厕所寻找 里面却没有人 阿宝立马慌张 赶紧跑去街上寻找 结果却发现 妮妮正在电话亭 打电话 阿宝没有打扰 让妮妮打完了这通电话 到了沙滩上后 她才问妮妮刚才打给谁 妮妮却矢口否认 妮妮的隐瞒瞬间刺伤阿宝 阿宝期望妮妮说点什么 妮妮却一言不发 还起身离开了 看到这一幕 不远处的娇娇跑了过来 娇娇的话 让阿宝更觉得自己傻缺 妮妮像个谜团 其他人都知道谜底 唯独让她猜 这天之后 阿宝就刻意疏远妮妮 不再与她说话 晚上妮妮敲房顶时 她也不再回应 妮妮察觉到阿宝的冷淡后 就趁着大家都睡下 主动找阿宝坦白 那天她确实是打电话给儿子 原来妮妮早就结婚生子 但她丈夫却家暴 妮妮带着孩子逃走两次 却都被抓了回去 她把我衣服发光了 锁着门外一整夜 她把小孩倒在冲抓着 危险 再逃 她就撒手 为了救孩子 妮妮便趁丈夫睡着 放火将她烧死 这才摆脱窒息的婚姻 终于听到妮妮的心声 阿宝却无言以对 来着的女人都是走投无路 错的不是他们 是这个世道吧 于是阿宝在欣赏妮妮的同时 又对她有了爱恋之心 而老张也从不嫌弃娇娇 反而对她越来越火热 这次她又送给娇娇一个金戒指 娇娇立马戴到手上 这爱是第一次有人送我戒指 那你会娶我吗 老张只是迟疑了几秒 娇娇的心就仿佛等了一声那么长 她嘴角的笑无声落下 殊不知 对老张这种操汉子来说 爱和承诺不是说出来的 而是要实际行动 娇娇却并未懂得 老张离开后 她就拿出手势盒 把锦绣珠宝带满全身 这些东西全是男人送的 可再贵的黄金 也难言她不堪的经历 娇娇清楚 男人对她的迷恋 不过是一场欲望撑起的奢华 没有谁是真的爱她这个人 娇娇觉得自己活得很虚假 她的眼泪速速落下 她不想再这么过下去了 可不久后她就怀孕了 老张当即宣布 老张不知娇娇怀了谁的孩子 但她乐意当这个爹 训练之余 她就跑来给娇娇包饺子 在老张的认知里 饺子是过年才能吃到的 是最好的东西 所以她做给娇娇吃 娇娇心里五味杂陈 有感动也有负担 老张看向她时 她就从沉思换成虚于微移的笑 老张不但没有察觉 还找来阿宝执笔准备申请退伍 还打算申请退伍 跟副司令官接笔欠续勤 搬后到台湾 开个饺子馆 以后搭仗就靠你们这代了 你真的要瞧着 老张的幸福感染着阿宝 于是晚上时 她摘下一朵昙花 别到了妮妮的房门上 妮妮却开门出来 于是两人偷跑出去 将军中乐园甩在身后 随着他们跑进高粱田 小虫纷纷飞起 像从天上掉落的盈盈星子 绕着他们浪漫的炫雾 而他们的手 不知何时已经落在一起 无边的田野 无人的夜晚 他们第一次如此舒畅 可终于找到昙花时 妮妮的笑却落寞了 昙花还未开 他们来早了 也遇见的有点早了 未敢在一个太平盛世 妮妮了然般一笑 然后踮起脚 亲吻了阿宝的眼睛 他们的关系 在朋友之上 恋人之下 也许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这一闻洗涤着阿宝的情感 让他觉得831这地方 也有很纯的心 然而第二天 阿宝就被娇娇雷到了 他竟又开始接客 这让阿宝错愕不已 搞了半天 他居然是假怀孕 为的就是歇几天 阿宝瞬间替老张难过不已 于是便将此事告知老张 老张正在看老君表演 今晚有邓丽君的演出 老张兴奋的像个二傻子 可听到假运消息后 他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随后便起身离开 而阿宝此时 则被刑上台 与女演员互动 他原本很担心老张 但女演员一稳落下时 阿宝就麻了 不由自主就在台上跳了起来 老张则去831找娇娇 他一进去就插上房门 然后低着头 做足了心理斗争 这才说道 心理缘都张罗到了 那说道做道 一字不说 你跟别人说了什么 俺不管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天地亮性 你对俺是不是真的 真的 什么是真的 我想要赚钱离开姐姐是真的 我想要幸福是真的 我想要嫁人是真的 都是真的 可是嫁给你 我每天早上一睁开 已经看到你的脸 我就会想到 我今天是个寄宁 你觉得这样的 我会幸福吗 娇娇的反问激怒了老张 他在规划未来 娇娇却在拆台 他设想幸福 娇娇却划破这份幻想 老张掐死了娇娇 他已经记不清那个姑娘的脸 可终究没能实现 阿宝只能把这些烧给他 我从头到尾都在骗他 我干嘛要骗他 我爸的培路在日本可以帮他转性 我为什么要告诉他阿娇的事 为什么 不久后 妮妮被特赦 终于可以回家 他早就归心似箭 但想到阿宝 他心里又有了不舍 离别的伤感下 两人都沉默不语 阿宝摘下手表 还了回去 妮妮却突然搂住阿宝 最后两人拥吻在一起 这一刻他们才确定 他们之间不是友情 而是爱情 但这个吻并没有深入 如果是爱 那就停在最纯美的时候 不要落一丝欲望的灰 阿宝转身离去后 妮妮落下无声的泪水 可他爱的不就是那个纯形青年吗 阿宝留给他的 不正是那份纯形吗 妮妮遗憾 但也无憾 第二天离开时 阿宝没有去送妮妮 而是一个人待在妮妮的房里 风吹进来就吹出去 一点一点带走妮妮的味道 阿宝的心便也跟着空了 妮妮把最真爱的吉他 手表和万花筒都留给了阿宝 他心里也有万般不舍 但妮妮始终没有回头 直到上车 他才远远的看了阿宝一眼 他们没有一句道别 就那么分开了 然后淹没于人海 阿宝继续留在八三一 在这个欲望沉沦的地方 渐渐的他不再信守诺言 他开始麻木沉沦 学会抽烟 聊女人 最终还为自己开票亮风灯 但他只去七号房 这间房因妮妮而特别 阿宝看似入了万花丛 但却再也没有那晚去看昙花时 那么清爽 那么宁静的爱意 不久后 一个适应生在接客途中落红 大家这才发现 他居然怀孕了 孩子出生那刻 一生稚嫩的皮肤 划过天际 也划过每个男人女人的心 阿宝为这个孩子 取名叫守义 守正即为义 但何为正 却很难做到 那需要半生阅历 去感悟 更需要一颗清明之心 不断去反思 总结 进去 在坚守中更加坚定 在失守中 重新捞回 想到此 阿宝拿出纸笔 拍摄写信 宁静姐 分开至今 你还好吗 虽然这封信写了 有无数套地 但我有好多的话 想对你说 我常常在想 如果当时我阻止了莎莎 华欣现在是不是跟我一样 准备退伍了 如果没有自以为 一起地告诉老上阿娇的事 那个悲剧 是不是根本不会发生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如果当时的我不那么做 事情会不会比那不同 可做过的事 并没有如果 就像妮妮教阿宝的那首歌一样 The River of Norwich村 我们谁都无法回头 只能继续向前 苦也好 甜也好 只有继续走着 才能有变数 才能有新的路 不久后 阿宝就要退伍 离开时 大家都来送别 主任叮嘱阿宝 阿宝走出831时 就像红楼一梦 那些男男女女的故事 那些没日没夜的炮火与惶恐 像年轮般也在远去 不久后 831就被扯销 如今又50年过去了 台海大桥的规划已经确定 老张的思乡终于能顺风回家 莎莎和华星也会有路可走 而那些守望在对岸的游魂 也终能归来 如果没有战火 阿宝遇见妮妮时 他们便会勇敢的在一起 娇娇也不会有那么多不幸 他会爱上淳朴的山东汉子 和他开个饺子馆 再生个孩子 平凡且富足 总之国态才能民安 老百姓所叛始终是祖国统一 国父民强 不再有战乱和分离 孩子就在母亲眼前 丈夫就在爱人身旁 吹烟飘香时 想回家的那个人 也恰好归来 然后有人煮饺 有人吃 幸福不过如此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班 咱们下期见